于小宇和金阳是在青年组比赛当中最让人放心也最让人担心的一段 放心的是因为这两个人成绩一直都不错 在世界大赛当中是屡获佳绩 担心的是因为于小宇的伤现在一直还没有完全康复 那么昨天于小宇和金阳他们用短节目第一的成绩告诉我们 不用担心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这对组合是于小宇金阳 他们去年参加了世界花华大奖赛总决赛 并最终取得了第五名 可以说是青年组实力最强的一对 而昨天于小宇在比赛结束后却异常激动地抱住了他的男伴 一对国际水平的选手 一场本能从容取胜的青年组比赛 为何于小宇在赛后如此的激动 故事还要从于小宇受伤说起 备战冬运会的三周前 于小宇的左腿被队友的冰刀划伤缝了五针 但是为了备战冬运会 于小宇急着拆线训练导致伤口二次缝合 这一次又来了七针 又长又深的口子看着真的很让人揪心 这场真的非常着急 但是我也知道在家里着急也没用 就必须得把它尽快养好 双人滑的比赛金阳大部分时间只能自己备战 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 一天不练都会有生疏感 更何况半个多月的缺席 两人真正准备的时间只有不到十天 能够上场已经是万幸了 昨天的青年组比赛是于小宇金阳 在本届冬运会的首次亮相 原本难度不大的比赛却让两人比参加国际大赛还要紧张 为了拉近与新疆观众的距离 两人特意选择了极富民族风情的音乐 可是一上来信心不足的于小宇 就在第一个阿克歇尔三周上出现了小失误 短暂调整之后 于小宇要完成更难的三周跳 之前登场的几对选手都在这个动作上出现了问题 整套动作能否顺利完成 就看这一下了 完美落地 于小宇金阳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么多天的忐忑逐渐释放了出来 之后的比赛两人渐入佳境 年转托举 包括于小宇赛前一直担心的单跳都完成得很顺利 成为昨天短节目比赛中表现最突出的一对选手 裁判给出了66.94分排名第一位 虽然这算不上于小宇金阳得到过的高分成绩 但却是对他们战胜伤病勇往直前最大的鼓励 是啊 我觉得已经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 然后因为单跳方面我一直都没有去努力的去加强练习 所以在自行方面很欠缺 我觉得五半今天发挥的很好了 因为我们在从受伤到现在恢复训练 再到比赛也短短的 也我感觉不到时间 然后还需要一个体力的恢复 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考验 之后于小宇金阳还要在自由化的比赛中登场 面对更耗费体力的比赛和高原上的气候条件 金阳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只要我们站到这个赛场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 感谢观看